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2月18日 星期六 關於龍王集團 這件事 還有後著 我們當然要澄清一件事 就是被捕的裁員 當然絕對不是沈大師 其實昨天 我們分析也覺得 沈大師肯定不會再做這些事 因為 他已經不具備做微信女的條件 因為他的名字臭了 沒有人會相信他 由於他有那麼多人追擊的關係 基本上 我想就算是莊家 也不敢找他散貨 說要一槍即跌 所以我們要澄清 今次 被捕的 那個財經分析師 其實就是馬嬌 是一個女人來的 他是中信銀行旗下的 香港投資機構信銀香港資本 一個持牌人士 另外 鎮證監會也去信銀行資本 要求這家公司交代買米 三家公司的股份 涉及虛假交易和操控市場 哪三家 包括 龍王集團 8493 另外還有兩家 金匯教育 8160 以及超凡網絡 8121 這三家公司 原來是同一個莊家 如果大家持有的另外那兩家公司 可能要小心 可能最終也會倒閉 這節 因為有內幕人士爆料 我們就再跟大家 詳細地分析一下 這件事 以及他爆料 當然 不是所有人爆料 我們都會照單傳收的 我們會根據他爆料 分析一下他到底說的話 可不可信 又或者 聽起來像不像樣 這個很重要的 我們詳細跟大家分析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聲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當然我們有三個呼籲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 支持我們 三個呼籲 就是 有無認我們的頻道 記得Pot死他 偷圖 偷片 偷相 甚麼都偷 大家 不用客氣了 Pot死為止 第二個呼籲就是88 快到冬至早節 如果大家有需要 要買 盆菜 可以打電話訂購 時間如果問水就可能沒有了 不過就算過了冬至 可能要過年 過年 做折可能也有人 需要買的 大家可以打電話過去訂購 第三個呼籲 第三個呼籲就是關於我們的Patreon Patreon 由於我們其實也不想說大家直接捐款給我們 如果你透過Patreon 我們知道 未必知道你誰打誰 但起碼知道我們有個數字 我們 忠實擁有多少人 雖然 銀碼不算很大 但我們希望我們有個確實數字 反而我覺得 金錢上面不是最重要 每個月5元美金 相信每個都能給得起 我們每天 其實我們昨天的節目就有17集 我們的恆常節目有 10集 11集 加上早晨財經 早晨新聞 台灣新聞 最新推出的 然後有蔡馬 娛樂 還有晚間新聞 還有英國新聞 以後台灣新聞也會成為 英國新聞也是我們恆常的節目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說回龍王 剛才所說 報料人就說 剛才那三隻應該是屬於同一個莊 因為他們也是 那些動手的東西 這次被捕人士 除了創辦人次哥之外 另外還有一些管理層 分別是屬於金會教育和超凡網絡的管理層 人名就是陳高章 張力強 張力新 黃月陽 張永漢 這班人就是剛才所說的金會教育和超凡網絡的管理層 另外一個被捕人士馬嬌 就是剛才所說的那個 這次八男一女 總共九男女被捕 說回這件事 其實 這件事牽涉到中信銀行 然後 有這班人在市場上大手沽貨 在6月份 那天成交 成交差不多 去到 幾億股 最高兩個月 最低三豪八 是 1億1100萬 錢 過億的錢 成交股數當然很多 我們就跟大家說一下我們收回來的版本 即是爆料人說些甚麼 爆料人說這次 第二 次哥的股價就推到上去 一個多兩元 而他沽貨那一刻 基本上 分開四天 第一天 小市牛刀 扔了幾萬股 然後第二天 第三天 扔了幾千萬股 然後第四天就扔了 那次哥的貨沽了之後 其實呢 即是沽了四天之後 都還頂得兩三天 股價還是繼續升上去 他沽的時候全部都是一個多 兩元流限 全部都沽了 這件事我們聽回來 就說 他 吃得很盡 因為是差不多臨派貨之前那幾天就沽貨的 好了 他沽了四天之後 之後那三天的股市就安定了一點 成交小了 因為他沒有了他沽貨 那些 屬於 其他人偷食 因為 每逢這些莊家派貨 他們也有 一班人在香港幫他武高弄低 幫忙做事的那班人 這次消息就說 他們也是有份偷食 這樣就使得莊家 其實是損失慘重的 因為你知道 他 很便宜 一直 低位踢上來 股價踢上來 其實之前沒有成交的 基本上 收齊了 到了他就來知道要沽貨 其實他們要集結人走 集結人 集結錢 然後就叫人買東西 尤其是叫大陸的大媽 入貨 當然入貨就馬上出貨了 當他入貨的時候 他當然要派貨了 但是他在派貨 在派貨之前 如果有人沽 你是不是要頂住 你之前丟了那麼多錢 你沒有可能被他賺錢 所以你就拿錢托 那麼次哥一沽 他就逼著買 其實 那一刻的沽也要看著他們吃 好了 這件事我們就這樣看 大戶 不可能不知道 一定知道 我想應該是知道的情況下 例如當你買斷這隻 當你買斷這隻殼 那你就把股份沽給我 我就不再發達 我知道你要炒上去 然後 周邊的人 全部是有偷吃 在低位入貨 賺了莊家的錢 然後 當日一下就派下來 派了過億 那麼這件事 我們就這樣看 莊家應該賺不到甚麼錢 因為他 要接了次哥的手貨 然後扔回來 當日未必在高位未必能夠扔回來 所以就算是除了 他真真正正的下袋 次哥就帶了一億下袋 這裏沽了八千多萬 之前也有沽了 之前他已經 較早就沽了一點 變成 他這次套現了一億 套現了一億 誰給出來呢 除了那天 接貨的大媽 當然是莊家 莊家接了他八千多萬貨 那天才賣得回一億 中間誰賺了呢 因為你 找人接貨 你要給人家 經紀 幫你推銷那些股票 你要給人家 這些勇金不少 我們聽到的版本就是 中間那班中間人 即是幫莊家炒上去那班人 因為莊家 不會出面告訴你我們莊家 幕後莊家 這次據說是輸了錢 一隻這樣的東西也要輸了錢 警方拘捕了九個人 然後搜查了很多地方 最終說 他們獲利一億七千多萬 其實沒有獲利那麼多 因為 莊家派出來的那些 刺哥帶了八千多萬 其他人 沽了貨 沽了水 帶了下袋的可能有幾千萬 實際上 莊家 是賠了夫人有自逼 聽回來的版本 我們就這樣分析 都似是似的 因為這整個行動 沽到的貨 就是刺哥代代平安 他應該暫時是大贏家啦 不過遲些不知道會不會進去坐牢 可能也要坐牢 而且這些錢 賺了的錢也可能會被凍結 甚至乎會被 沒收 充公 當然 最後當然是沒得贏 那麼 最後誰贏呢 最後沒有人贏 每個人輸錢 莊家輸錢 那天接貨的 大媽又全部輸錢 然後這批 中間那群中間人 幫莊 他們是偷吃 可能中間賺了幾千萬 其實有些人賺了幾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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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堆人每個人賺錢 每個人偷吃 每個人偷吃 每個人賺錢 但是被證監撿了 是不是要 有機會罰款 有機會充公 充公 罰款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莊家輸要輸錢 即是 整件事每個人輸 跟接貨的大媽當然是輸錢 一天買回來 兩元 或者過八 過九 兩元 最高到了兩個二 跌到兩毫多子 今天收市 看看多少錢 現在最新收市價是八千多 你一定輸的喔 那天扔下來之後 只剩下兩毫之以下 每個人輸錢 沒人贏 中間可能有些人贏了幾萬元的 可能有膽量買兩毫之以下 可能有些人贏了幾萬元的 但是我想這些都是不多 即是說 這一隻東西是做到每個人輸錢 是做到 哀雄騙野 莊家也輸錢 其實以往也不是說未發生過的 也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 貨太散了 我也不明白為甚麼會做龍王這隻東西的 貨很散的 你想想 刺哥不是全都拿了 外面又拿了那麼多 肯定的裝都拿不少了 誰知道也是有大量的人偷盛 而刺哥呢 他這樣沽發也是新手了 我們昨天也評論了 肯定是新手了 你完全好像沒有責任一樣 好像正間不會找你麻煩 好像完全沒有責任一樣 扔四天 扔完 到了最後 到了8月份 只剩下2、3毫子 照沽 最低位的價錢是照沽 即是很便宜的價錢 只剩下1毫子 最後那些貨是只剩下1毫子 即是說 他手上的貨是一股不留 沈大師說是一股不留 問題是 你是這家公司的主席 你可不可以這樣沽發 人家一定會找你的 這個真的是財迷心竅 這次發達了 有人炒我的東西 我全都沽了 可能是他不知道的 其實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人家一定會跟他打招呼的 沒有可能不知道的 一定會跟他打招呼 然後 他又 知道 套煙機會來了 我終於發達了 當然可能是講得好 那隻殼 我不要了 我全都賣給你了 他可能到時可以這樣解釋 不過 我想正監不會聽他這樣說 而這件事這樣爆發 也是有很多人會出來 為了自保 可能是做烏點證人 互相爆發 也不奇怪 消息 給我們肯定是 覺得 心有不甘的人不開心 我覺得也有可能性 好 暫時我們先爆發 看看還有沒有其他內網 如果有的收到碎身內網 我們再跟大家分析 拜拜 謝謝 謝謝 要付給你們 謝謝 好的 謝謝 謝謝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